相若以沫不如相望于江湖 1966年20岁的年轻姑娘和22岁的年轻小伙来到了这个深山之处 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50多年 这里四面绝壁荒芜人烟 处于一个天空之中 他们靠着石墨土地的微薄收入 过着简单幸福的生活 这里至今不同公路 这是唯一通往外界的一个大洞 我很想知道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故事 就像呢我们看到过重庆那个爱情天梯的故事 一样非常的感人 看看这个大洞啊 我估计最少有个20层楼高 没有20层也有10层楼高 我是站的敌啊 感觉到很有压迫感 我们需要从这条小路上去 这里的地势呢十分的显耀 今天呢我们需要穿过两个龙门大洞 就是二龙门洞和三龙门洞 当然呢这里还有一龙门洞 沿世街而上呢 大概需要爬五分钟才能抵达这个洞口 所以说呢这个洞真是十分巨大的一个天然巨洞 终于到这里了啊 哇 好有回收很大 很有压迫感 好震撼呀 啊 就是这个大洞啊 穿过去还得穿一个洞 一个人来走这样的地方呢 还是有点害怕的 但是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件事 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边呢 终于到洞口了 不过我们还要穿一个洞 这里真的很美啊 天然的 原生态没有被破坏 这个就是你们想要的世外桃源 哇 大洞之后的另一个世界 我们继续赶路吧 看一看周边的感觉啊 像是走在天坑地缝之中 哇 好原生态啊 这是第三个龙门洞 第三个龙门洞呢 可能要比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龙门洞 稍微小一些 但是仍然十分险要 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周围是刀劈福坎的岩石 这个地方呢 简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啊 像是在天坑里面 哇哇哇 好神奇啊 这个屋子还不在这里 还要走 终于到了 这就是这个老宅啊 但是需要从这个门进去 这为什么有道门呢 据说呢 他们两口当年啊 一个二十岁 一个二十二岁 来的时候呢 这里山谷里有野兽 所以呢 就来这里设了道门 防止野兽 看看周围啊 周围这是青江河床发育 当时留下的痕迹啊 这有地质灾害造成的 哇哇哇 好雄壮呀 这个呢 它属于腾龙洞景区的一部分啊 国家地质公园 这边还有个石房子 这个石房子呢 已经没有人了 锁了个门 这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老人的房子 看这个地势啊 非常的险要 其实现在盘上去 也还算是险要的地方 这个门没有上锁啊 但是要交两块钱的卫生费 咱们进去看一下 什么样的 室外桃源马上呈现在眼前 哇 好危险呀 这边就是悬崖 这两个年轻人 当时是怎么想的 会想到要住在这里 真是太危险了 也真正是个室外桃源 这边就到了 很近 比我想象的要近的多 就这几栋房子 真是失败桃源 这是当年的老房子 依旧建在 就是两个老人所建的 站在高地来看一下 这里很齐全 还有厕所 这个老人呢 叫秦代汉 他的妻子呢 就叫李财梅 来这里不久呢 这个李财梅老人呢 据说呢 生病最后瘫痪了 老人就一直来这里照顾他 照顾了一辈子 经下来说呢 才几年的老人去世了 老房子这边还冒着烟啊 很有烟火气 这边游客还挺多 晒的玉米 现在呢 这里只有秦代号老人居住 好好他的儿子会来一下 屋里还放着音乐 看一下这个老屋啊 很原生态 木质结构的 上屋子后面看一下 据说上世纪呢 有人愿意出80万收购老人的这个房子 还有这里的地啊 这后面是采房 至今还在烧采 老人呢 当时没有同意卖 现在呢 房子已经价值300万了 因为他设计到一个腾笼笼景区 还有一个地质公园 还有这些田啊 老人至今呢 仍然不愿意搬出 仍来这里坚守 看看老人住的屋子吧 小屋子有点黑 有人在吹 铁血担心 看看老人在哪里 呀 大爷 看看屋子 这是个厨房 哇 还是那种老灶台 这边是什么 这边应该是住的地方 还有冰箱的 老人呢 现在由于听力不大好 所以沟通起来比较困难 当年呢 两位老人呢 就是坐在这个门口呢 经常聊笑话 这个老人呢 非常的幽默 给自己的爱人 讲一些简单的笑话 很幸福 这是老人的儿子 每天估计来过来的人很多是吧 现在很少 很少了 哦 原来是很多的 您的母亲也就是前几年过世的是吗 16年 16年 那会儿新闻还报道着说是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是吧 这个老爷子赵果 您的母亲后来是因病瘫痪了 是吧 对对对 多好的乡村爱情故事啊 就跟那个重庆的爱情天梯似的 哈哈 这手在这里面不闷吗 听说老人一辈子就出过一回是吧 就是您的母亲 他很少出门 很少出门 但是一定还要出去 老爷子要出去吗 他经常 老爷子经常出去 现在也估计不出去了 现在走不动了 哦 这房子还能住几年呀 那等保存不漏的话还可以搞个几十年 房子木质结构就是当年来的时候修建的是吧 对啊 这现在的山里面有没有野兽了 多的是 真有野兽 野猪土猪啊 野猪土猪有没有豹子 豹子还是没看见 哦哦那还好了是吧 那这个什么地方了 就有盖板那个地方 水池 您修的是吗 您修的是吗 哎呀 这也真不容易啊 您现在住在山里害怕吗 晚上 现在不怕 可能是我看网上说 前几年是不是有 真有豹子这里 没有 也没有是吧 哦 那个门是什么时候修的了 就那个独家站那个门 98年 98年 为什么要修那个门呢 原来98年是个墙子 墙啊 哦对啊 我记得什么都 整个地方了 哦我看 哦有强盗是吧 强 他不是强盗 抢 有人来抢是吧 对啊 抢到他人 我听说当年把老人的四千多块钱给抢了 是不是 是我的 把您的抢了 哦 哦对对对 不是抢您父亲的 抢您的 哦对啊 98年的时候 你看我现在几个怎么着 哦 这是那时候受伤留下的是吧 对啊 他绑起了 累的把那种刀啊 哦对对对 这穷香 平常还要来抢 当年的年轻小伙都已变成了老人 老人的大儿子呢 已经57岁了 至今还是单身 没办法离不开老人 只能在这里照顾老人 出不了山 当年呢 这个二岁的老人呢 李财美呢 无怨无悔的 跟着这位老人 秦代汉 就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 在2016年的时候 去世了 很感人的一个爱情故事啊 他的儿子呢 现在也是单身 依旧呢 陪着老人生活在这里 荒无人烟的一个地方 这个故事真是现代版的 爱情故事啊 十分感人